哈喽各位观众老迷们 今天韬光来开箱SHF地狱乐的第二款新品 山田前右卫门左切 虽然这个系列的第一款画面丸 在可动方面的素质还是不错的 不过在地狱乐这个作品里 更多的就是左切这种长衣的角色 所以这个视频算是真正的来首次检验 万代的设计水准了 好了废话不多说 先看外盒 正面透明橱窗搭配了玩具的艺术化风格的图片 靠下的位置也能看到和画面丸一样 它是越南制造的 盒子其他几面也展现一下 风底大部分都被代理的标签挡住了 打开盒子说明书印在了两边的侧风内部 吸塑包只有一层 中间是本体 左上是替换表情 右上是配刀 其他部分都是手型 相当相当简单的一个配置 配件部分还是先看面雕 一共有五种 分别是平静表情 开心表情 犹豫表情 视镜表情和闭眼表情 平静脸展现左切欲解的气质 开心脸则表现它少女的那一面 犹豫表情很可爱 也是重点呈现面对画没完时矛盾的心态 视镜表情是在蓬莱岛上看到了奇异景象的姿态 脸上的汗珠也是亮点 避眼表情非常的萌 面胶的还原度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选用的种类也都比较有特点 手型方面有一对握拳手 看了玩具我才注意到 左切左右手的穿着是不一样的 左手上是套着衣服的 还有一对摸刀的手型 一对握刀的手型 以及一个左侧的推刀手型 最后的配件就是这把刀了 全塑料的材质 造型也很简单 配件看完回到本体 一眼看过去注意力全在这个髋关节上了 我感觉这款左切髋关节 连同这个裙裤的设计都相当的奇怪 我们来具体说一下 首先直观的感觉就是这里的缝隙非常大 以往SHF的大腿零件会包含一部分宽部 因为这样更符合人体的构造 就像你在做正梯动作的时候 宽部是连同大腿一起抬高的 但是这款左切的大腿分割在宽部靠下的位置 有点像你在正梯的时候宽部不动 但是只有腿部向上抬的那种效果 我猜万代这么处理的原因可能是觉得 以往的那样的设计会让裆部三角形的区域 特别像三角内阔 女性用这样的外观会不太好看 所以为了美观把大腿和宽部的分割线 就做得低了一些 但是这样的处理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 想要正梯的话 要留出足够的空间给腿部活动 大腿得往下拉出一小段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掰 但是复位的时候还是自然的会产生大缝隙 所以在视觉上经常会觉得有缝隙就不奇怪了 你说这样的设计达到美观的效果了吗 其实也没有 正梯时屁股这里的缝隙也不小 而且由于万代新素体的屁股这里 有一个固定的分剑 所以会导致腿向后拉是几乎没什么可动的 再加上我上面说的宽部的分剑很宽 也阻挡了横叉的可动 角度只有90度多一点 下半身让人觉得设计欠考虑的地方不只有宽部 膝关节也有相似的问题 美观度上不用多说了吧 在浅色衣服的debuff加持下 割裂感是超级重 因为没有做膝关节的盖子 而是把关节直接藏在了内部 转动膝关节的时候 同样可以看到很出细的大关节 膝关节的正面无法保证 后面也就更不会做什么有利于一体性的尝试了 大家看一下有点像机器人 还有膝关节的可动范围也只有90度 原因主要是群库使用了硬塑料材质 像这样比较蓬松的衣物 如果使用较硬的材质 等于直接就限制死了腿部可动的一些可能性 比如双腿没有办法并拢 永远只能插着腿站立 大腿处也没有什么可旋转的关节 因为做了也不好用 从下面看小腿也是转不动的 只能是踝关节旋转 当然脚的部分还是SHF一贯的水准 接地性什么的都还不错 说了主要问题 再说说其他部分的可动 上半身的整体设计还是不错的 但是脖子和身体连接处很松很松 好在靠着重力 头部还可以保持在想要的位置上 低头40度以上 抬头20度左右 左右歪头的角度都能达到40度 头可以自由旋转 后发这里有一个可以旋转的关节 无论是头发还是头绳 都是可以自由转动的 能摆出随风飘动的造型来 手臂平举的可动范围相当的逆天 过渡到上举也很丝滑 手臂可以垂直于地面 前平举的极限差不多就是视频里这样的 也不错 但是肩部这里的缝隙还是很大的 因为这里用的都是有一段轴的那种球关 手臂都是可以拽出来一截的 我对肩部的唯一要求 就是这个分件不要脱节就行 要求可以说是非常低了 大臂可以旋转360度 轴关节弯曲角度90度多一点 小臂这里也能大幅度转动 胸部关节藏在保护腹部的这一块 衣物的后面 看起来就像没有关节一样 一体性处理的很好 可能是这款尾数不多的设计亮点了 连同腰部关节一起 可以让鞠躬幅度达到了30度 后仰10度 腰部可以自由旋转 在腰间别着的刀 也是可以旋转一定的角度的 刀柄可以拔出 这样就有了拔刀的造型 总结一下 这款SHF左切优点在于 脸部还原度不错 全身的质量瑕疵比较少 水口修得很好 上半身的关节设计 总的来说也是不错的水准 问题主要集中在 万代对裙库类角色设计的短板上 如果大胆使用 现在比较成熟的软胶材质 相信至少美观和可动 至少能保住一个吧 不至于像现在两头落空 OK 以上基本就是这一期的分享了 请给UP主一个赞 支持我的创作 喜欢地狱乐 也不要忘了订阅韬光 我们下期见